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最近,蔡徐坤被报一夜情事件持续发酵 从真瓜C女士到假瓜W女士 蔡徐坤,爆料狗仔以及爆假料三位当事人各执一词 将围观群众耍得团团转 虽然蔡徐坤自从7月3日发生回应后再没有了任何动作 但事态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息 反而是频繁被推上热搜 就目前的情况看 蔡徐坤对相对严重的指控全盘否定 只承认在上生期恋爱 否认一夜情和强制让女方堕胎 整件事并没有触及法律 只涉及了私德问题 但对于蔡徐坤这类流量明星来说 被爆出私德有愧 多年营造的人设翻车 再加上官媒下场点名 她已然处于软风沙状态 既观宣暂缓出席澳门腾龙音乐盛典后 有蔡徐坤参与录制的《奔跑吧》再度施约 种种迹象都说明此次他房对蔡徐坤的影响很大 要知道《奔跑吧》距离已经播出9年 从未出现过停播状况 这次因为蔡徐坤一连两周停播 还是非常重要的收官片 注视让人意外 同位上星综艺 青年派计划选手只因选择了蔡徐坤的歌曲 整个舞台被芒果台删减得干干净净 反观《奔跑吧》从蔡徐坤沉默时宣布延播 一周过去直接没有任何动静了 到底播还是不播 什么时间能播完全不给等待的观众一个交代 两度施约引起了重怒 值得注意的是 最新一季《奔跑吧》原本计划在6月30日 7月7日播完两期泰国片就完美收官了 之后变案计划由中国好声音接荡 但如今因为蔡徐坤的原因 节目两度开天窗 更是由网友爆料泰国片两期节目将无限期停播 永远无法上线与大家见面了 此消息一出 立马引得议论纷纷 除了《奔跑吧》节目粉大胡诗万外 杨颖 王鹤蒂 范澄澄 主身以及白露等明星的粉丝更是无法接受 毕竟这期节目除了蔡徐坤 还齐聚了另外数十位明星的心血 如果节目确认无限期停播 也就是说他们的付出全白费了 而距离《奔跑吧》二次停播又过去了三天 节目名字再次被推上热搜 有自称是《奔跑吧》后期的网友透露经过努力 后期打码已经完成 与此同时 节目排播再次出现在7月14日周五晚播出 有很多人猜测泰国片是不是真的要来了 这次不会又被放鸽子吧 确实 中国好声音已经为开播预热了小半个月了 之前已经高调官宣会在7月14日晚迎来首播 但在《奔跑吧》演播后 好声音目前已经全面暂停了宣传 也没有再为14日开播造势了 不排除是为了《奔跑吧》泰国片播出让路 也延后上线了 最后相信观众的耐心都是有限的 《奔跑吧》作为一旦老台综艺 相信后期在两个星期 势必是能完成打码工作的 节目事实就应该将节目抬上来了 如果仅为了热度而持续掉大家的胃口 就算最后一期创下收视新高 也消耗了口碑 是得不偿失的 你们觉得泰国片能顺利上线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